射神车是亡灵目前最强法宝之一 其内封印的雷兽凶魂 更是击败过许多强敌 如今对上幻家 雷兽刚一现身就将千魁子吓跑 整个幻家被生生吓到分裂 所有幻家族人将老祖孤立了起来 那么雷兽为何有如此威力呢 这是因为雷兽在整个罗天星域 只有雷仙殿才会拥有 也是雷仙使者的标志 而雷仙殿在整个罗天星域 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 是亿万修真家族的主宰 所以亡灵放出雷兽 千魁子才会如此害怕 果断选择退去 随后亡灵收起星罗盘 穿透刚风降临到千幻星之上 神石一扫便锁定南方 深如流星奔雷而去 此刻千幻星南部幻家祖宅内 幻家老祖幻无情正背着双手 神色阴沉 幻家一干嫡系族人分裂两行 各个沉默不语 这些人的神色中 多少露出了一丝不满 只不过却是隐忍不涂 毕竟雷仙殿的压力实在太大 柳梅站在幻家老祖身边 沉默地望着天空 不知想些什么 片刻之后 幻家老祖沉身问道 幻梅老夫再问你一遍 你可确定 此人与你一样 来自联盟星域 柳梅轻轻点头 没有说话 但幻无情却对联盟星域之人 拥有雷兽颇为不解 实际上 当年射神车的制作者 交由广阔 为了练出射神车内的兽魂 硬是跑到雷之仙界 幻家祖宅的大阵 声音冰冷地说道 交出柳梅 文言 柳梅眼中露出复杂 转过头不愿与亡灵对视 幻家老祖墓中 闪过一丝精芒 沉声道 不自量力 小辈 老夫幻家大阵 你若破了 再说此话 亡灵神色冰冷 右手在雷兽头上一拍 此兽顿时仰天咆哮 天空立即形成大量阴云 一道道雷霆呼啸而来 疯狂落在幻家祖宅大阵之上 轰击声刹那撤响天地 大阵闪烁出刺眼的光彩 雷霆落在旗上 好似被吸收了一般迅速消散 亡灵目光越加阴寒 咬破指尖甩出一滴鲜血 落在雷兽眉心 再次打开一道封印 只见雷兽身子一阵 一股雷微猛然爆发 形成一道雷之风暴 方圆百里之内 大量杀石纷纷挑起 好似有一股奇异之力笼罩天地一般 阵内的幻家之人 瞬间感受到这股无尽的力量 个个面色苍白 纷纷劝阻道 老祖 这是雷兽 雷兽代表雷仙殿 老祖三思啊 为了一个外人 引起我幻家的浩劫 此事不妥 迪系族人的隐忍 在雷兽风暴出现的一刻 终于忍受不住吐了出来 这隐忍从柳梅来到这里后便出现 在幻血大法时攀升 直到此刻爆发 幻家老祖双眼一鸣 冷冷扫了迪系族人一眼 喝道 都给老夫闭嘴 话音刚落 雷兽形成的风暴呼啸而来 一冲之下直奔大阵 整个千幻星在这一刹那 只剩下轰鸣 雷之风暴在幻家大阵上不断游走 风暴的中心雷兽 好似一把锋利的锥子 把大阵的光幕生生凹了下去 大阵下的幻家族人 除了幻家老祖外 一个个面色苍白 均都有些慌乱 身为雷之仙界下辖 罗天星域之人 对于雷的神通 有着无法想象的执着与敬畏 此刻面临代表雷仙殿的雷兽攻击 慌乱的不是他们的修为 而是道心 然而 幻家大阵的威力也是惊人 在这样的打击下 居然没有半点破碎的迹象 幻家老祖神色阴沉 盯着大阵外的亡灵 内心暗道 出剑气吧 否则 想要破除此阵 绝非那么简单 只有不断地消耗你的剑气 老夫才会出手杀你 在雷兽风暴不断打击中 先为傀儡直接来到大阵之上 一拳轰击而出 此阵立即发出不堪负重的嘎吱之声 先为双拳没有停顿 身影化作无数 疯狂轰击在大阵上 轰隆隆的声音回荡天地 大阵下的幻家族人 面色更加阴沉 一个低沉的声音 从幻家嫡系族人的最前方传出 喊了一声老祖 幻家老祖眉头一皱 若是寻常族人可以不用理会 但此时说话之人 正是幻家族长幻风神 见此幻无情沉声道 风神你也反对老夫不成 幻风神目光明亮 毫不退缩地望着老祖道 风神不敢指示老祖 不管此人是不是雷仙殿之人 他拥有雷朔 拥有那处于阴阳 虚实晋级的傀儡 这样的人 风神想问问老祖 我们幻家 是该结交还是该与之死战 与之结交可多亦有 与之死战 与我们有何好处 只是为了保护这一个外来的族人们 他修为被老祖强行提升至问鼎 后期大圆满 意境无法跟上 此生即便突破 也只不阴阳虚实 老祖的心思 风神明白 只是为了一己之欲 这风险或许有些大了 柳梅对于此话 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静静地望着前方 幻家老祖则面色阴沉 望着幻风神 沉默少起 断然道 此事老夫自有分寸 幻风神长叹 抱拳道 老祖执意 风神不敢随从 若此人没有破除此阵道也罢了 一旦此阵破除 风神立刻选择退避 以防万一 风神的性格 求得是稳而不是嫌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 幻家大阵的光芒 似乎已经闪烁到了极限 波纹遍布整个大阵 甚至连大阵内外的视线都模糊起来 突然 亡灵眼中爆出一团金光 取出一把大剑 此剑正是与之仙剑 亡灵手持仙剑 直接催动斩罗绝 一道传承于远古剑意的极强之势斩下 这一剑好似要开天辟地 把天地从混沌中撕裂一般 幻家老祖的双眼猛地睁大 失声道 这是规则 幻风神也倒戏口气 只觉得一股滔天杀鸡 从飞剑疯狂散开 落在心神之上 幻风神身体顿时一将 下意识地退后竖步 以他问鼎后期的修为 看不出这件的规则 但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此剑好似蕴含了某种天道一般 有种天地崩溃的错觉 幻家所有嫡系族人 全都露出震惊之色 那简单的一剑 使得他们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仿佛随着剑士与天地一同被撕裂 死亡的恐惧在插内间蔓延 一直摇摇以神识查看 此地的千魁子 更是双目金芒暴闪 猛地站起身子南南道 规则 这一剑内蕴含了规则 修到第二步 追求的不正是规则吗 第一步的感悟天道 展化为第二步的规则之力 此子若不是雷仙殿之人 怎么可能会施展如此一剑 同时察觉这一幕的 还有许家一位仓法老者 但此人敢挑战幻家 定然还有后手 此剑落下 幻家大阵瞬间崩溃 亡灵面色苍白 眼中寒芒更浓 盯着下方的幻家一服 幻家一片安静 幻无情目光阴沉 韩生道 老夫小看了你 以问鼎修为 居然拥有了这等蕴含规则的剑士 的确很强 但修到第一步与第二步 却是差距太大 你此剑士若是以第二步的修为施展 或许还有些看头 但此刻却是无用 今日你破我幻家大阵 却是必死无疑 请祖遇 幻家老祖一声大喝 幻家祖宅内 默然升起一道浩渺之力 一枚金色的玉简缓缓飘起 祥和之力 正是从这玉简内传出 玉简出现的刹那 好似在千幻星上 生生隔绝出了一片天地 使得幻家祖宅自成一剑 幻家老祖盯着亡灵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亲自出手 对于亡灵的那道剑气 实在是太过忌惮 之前请千魁子出面 便是为了消耗剑气 随后的幻家大阵 同样也是如此打算 但怎么也没想到 千魁子居然不战而退 大阵更是被雷兽与傀儡 再加上规则一剑共同破除 眼下他只能把幻家 仙祖留下的福泽玉简请出 此玉简内蕴含了幻家 那位雷之仙界的仙祖仙法 幻家正是凭借此玉简 与仙祖留下的一剑仙宝 才拥有眼下的地位 幻无情内心暗道 可惜仙祖仪宝 随着幻无相 在数千年前一同失踪 否则的话 有那仙宝在 倒也不必请出负责御简 只见御简散发出浩渺之力 给人一种威严质感 千魁子目光炯炯 神识摇摇看去 自语道 幻家的仙人御简 威力莫测 张员幻家当年的那位仙人 修为堪比尽涅气修饰 不知这雷仙殿的使者 会如何化解 不过有些奇怪 这幻家老祖 为何不拿出 其仙祖的医宝 而是请出了这御简 许家内的老者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难难道 幻家的仙宝 应该被宗族的长辈取走 那幻家的仙祖 倒是留下了一个 像样的宝贝 只是却没想到 因为这个仙宝 死去了幻家一个踏路 第二步的修士吧 幻家祖宅内 幻风神在 扶责御简出现的瞬间 双目紧紧盯着亡灵 但在亡灵的脸上 没有看到任何慌乱之色 眼看幻无情 就要展开御简神通 幻风神果断上前一步 陈生道 老祖 此事我幻家绝不参与 我身为幻家族常 有权带着幻家退出此事 老祖要保护这幻美 那是私人恩怨 还望莫要把整个幻家拉下 说着幻风神抬头 看向亡灵抱拳道 道友 在下幻家族常幻 风神诚如刚才虽说 此事是你与幻无情私人恩怨 我幻家不参与 还望道友分清屈指 幻家老祖眼中一片冰冷 看向幻风神 嘴角露出一丝阴森 目光环顾四周嫡系 阴沉地说道 你们呢 四周的幻家嫡系 沉默片刻 纷纷走到幻风神身边 幻家老祖阴森一笑 冷冷扫了众人一眼 缓缓说道 一群废物 说着抬起头 盯着亡灵 右手掐绝 喝道 福泽御简 杀了此人 只见御简化作的人影 一步步向亡灵走去 一股庞大的仙力 从身上爆发而出 亡灵望着那一步步 走来的人影 好似眼前出现了错觉 似乎走来之人 是一个真正的仙人一般 此人身上仙力弥漫 一股威严降临 在其身体四周 隐约有仙音回荡 幻家老祖冷笑道 小辈 除了剑气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一旁的柳梅 抬头望着亡灵 眼中依然复杂 摸了摸楚无怠 随即又放下了手 而亡灵眼中一片平静 他敢独自来到这里 杀入幻家祖宅 凭借的不光是疯狂的念头 而是一道最强杀手锏 只见亡灵闭上双眼 淡淡说道 这世间之事 逃不出因果 当日之音 今日之果 唯有把这因果了却 让尘归城 土归土 才算平了一段轮回 此战结束 放你自由 话音落下 一声力啸自亡灵原神内 疯狂传出 一股滔天的魔气出现 那么亡灵的杀手锏 到底是什么呢 点击关注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